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成名之路 大家在屏幕上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期一开始还是先进了一下UT draft 就是征召模式 我们这次选的阵型是433-5 一个有隐形前锋的阵型 选这个阵型也是试一试 尝试一下飞快16里不同的阵型 看一看哪个阵型最适合我们自己 还不错 虽然这个队长没有什么不错人选 但是左边峰有C罗和内马 最后还是选择了C罗 但是前锋惨了一些 最后选择了比利亚 因为想比利亚至少是西班牙人 没准还能有机会搭一搭 其实还在盼望的T不理 在抽着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前锋 或者前腰放在这个位置上 右边峰是来自隐世西甲的一名右边峰 是一个墨西哥人 非小时物理就非常好用 叫做维拉什么的 卡罗斯维拉吗 印象不是很清楚了 四颗星的Skimos用着还是不错的 那一名后腰呢 应该叫佩雷罗吧 来自瓦伦西亚 游戏里用着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左边后卫呢 选择了马赛洛 正好和这个C罗 搭一个非常棒的化学反应 就不用担心了 右边后卫呢 选了来自这个 也是西班牙联赛的马克思 速度非常快 门将呢 也没有选到非常合适的 没有化学反应搭得非常好的 随便一挑 两个后卫呢 印象中又有曼格拉 非常不错 最后呢 在这个门将里 选到一个来自皇马的门将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后面的阵容啊 搭的是英超的阵容 后腰呢 原来是在国际米兰 一个法国的后腰 现在转到了英超 用着也非常不错 然后两边后卫一个曼格拉 还有一个来自热刺的一个罗马尼亚后卫 正好他们三个人的化学反应也不错 接着呢 我们抽到伊斯科 正好搭到前阳这个位置上 非常不错 然后右边风还收到了夏奇里 我在想不行 就是因为法布莱加斯 又是西班牙人呢 又是英超的 不行 把右边搭成英超也可以 所以呢 选了一个英超的右边风 然后呢 又发现了 扎哈 扎哈可能也不错 但是别的都差一些 最后还是选择了扎哈 想有机会试一试呗 再选呢 就差一些了西古森 最后应该还是没有要他 觉得他 就是控球啊 传球可能太差了 速度也偏慢 但目前为止 看一些视频 感觉速度在非法16里 好像真的不是很重要 嗯 另外呢 又有一个替补里 有卢卡斯和桑切斯 最后我竟然没有选择桑切斯 选择卢卡斯 我也不知道 当然怎么想 然后抽到埃里克森 这样好了 埃里克森伊斯科都可以登场 都可以配成不错的化学反应 然后后卫呢 再下来就随便选了选 没有印象中特别合适的 就选数值高的而已啊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门匠呢 我还换了一下 嗯 感觉也没什么意义 然后呢 稍微调整了一下 最后化学反应呢 差不多能到88的样子 我印象中最后又调了一下 差不多到91吧 对 因为选了教练 稍我们选教练的化学反应 就会到91 我应该选了一个英超的教练吧 可能 因为左面的化学反应感觉还好 最后搭出来呢 感觉还是很平衡的 化学反应也还OK 至少上了90嘛 好了 接着我们就以这套阵容进入比赛 来看一看我们 这次正招模式提的会不会能向前 革进一步 看看有没有机会进入第三轮 碰到对手呢 化学反应很一般 但是有内玛尔伊斯科 前锋有来自尤文图斯的这个 原来在帕拉木叫迪巴拉嘛 开场第七分钟 我们在中场倒角 然后把球呢传给了C罗吧 虽然中间空了一下 C罗之交也叫搓射 我选是搓射 但射出去的样子还是很怪的 不过怎么样进了 这个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开局 一个外脚位的搓射 文将没有铺到1比0 20分钟我们就中场一个抢断 法布利亚斯非常棒 中间然后再直塞一个L2R2 缓过这个后卫 然后搓射和四个文将铺到 42分钟仍然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右边风控好球 然后把球倒到左边马赛洛 其实还是想到C罗了 发现C罗那边人多再倒回来 还是右边风长脚远射 打在航梁上 还是不错的 51分钟又找到C罗 停球顺便过一个人速度 然后再抹过一个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后卫怎么样 我觉得他操控失误了 他好像站起来很早了 所以我们稍微一停顿 正好把他抹过去了 就是这一下 然后直接接脚搓射 C罗已经没开二度了吧 接着还是C罗 C罗这次后来反应满了 用起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接了一个Micro spin 然后再歇一个蝎子摆尾 然后往球 然后再绕进区里接脚搓射 竟然进了 3比0直接冒了起法 这个进了球之后啊 运起来了 手感真的是太好 83分钟 我们来自瓦伦西亚这名中场 控球非常不错 在边路也没舍得船玩一玩 因为已经三个领先了 结果呢 他进区里骗到一个点球 非法16的点球 相当来说还是好骗一点 但是没非法15那么好骗 有时候啊 巨峰越南不是特别容易倒 但是你在进区里做这个SQ模式 做假工作 还是有很大希望啊 在进区里摔倒 骗到点球的 86分钟 C罗也完成了大四起 所以我们4比0战胜了对手 很轻松的 摊过了第一轮 第二轮呢 我印象中我稍微调整一下阵容 因为我想啊 试一试埃里克森 因为我想我把埃里克森 放到前央这个位置上呢 右面挂上X7里 然后左面呢 挂上来自曼城的萨布莱塔 这个话言反应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话言反应还高一些 起来达到了94 所以我就带着这条阵容进去了 结果发现呢 X7里其实 没有这个卡洛斯那么好用 我们碰到对手呢 4321前面有梅西克C罗 真的非常强 身份人 我就当做没看见没有关系了 后卫还有这个希尔吧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但是他微连踢的中间 破坏了坏的反应 我以为这个他在球队运行会非常不好 但是并没有 他这个控球也非常不错 梅西上来就射了一脚立柱啊 然后46分钟下半场刚刚开始 跟人控好球 我们球已经被断下来 但是我传球太大意了 传的方向也不好 竟然传到我进区前 结果人家把球拿到接了一个 一个dragbag 然后梅西搓圆脚 非常漂亮 1比0 这个慢动作大家看到一个dragbag 然后搓射打进脚 但是非常漂亮一个进球啊 68分钟我们的机会 杀其理 速度还是ok的 但控球一般身体也偏小 就把球传给中路 还是佩雷罗 做了脚射门 我以为这个球会进 竟然踢偏了 非常不走运 85分钟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吧 艾克森一个假射 假扣 过了一个后卫 然后接着又过了一个后卫 然后法布里加斯单刀的情况下 竟然把球踢在了门将身上 第二次把球捡回来再射 还是被门将扑到 我们就不幸的又截止在了第二轮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更进一步啊 还是三个卡包 第一卡包吧 没什么 纳瓦斯 纳瓦斯可能值一些钱吧 我样中最后卖掉了 但是一开始我还是放在俱乐部里了 第二张卡包呢 看一看 没什么 克莱维利 克莱维利数损还不错呢 77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不错的 连个RAR的也没有 有RAR的合同就很一般嘛 然后最后一张卡 印象中是不是抽到了 没有 没有什么抽到不错的 埃德尔 来自这个德国的一名门将 非法15的时候 是一名高性价比的门将 这个卡包啊 数量不少 但是也没有什么不错的 我现在差不多26000多金币了 我也很 觉得惊奇 反正我就是 有些队员 貌似像这些队员 我以为卖不出去呢 吉布森最后还是卖到了450 还有像这张银卡 我挂了350到400 哈纳瓦斯也卖了800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阵容中有什么金卡队员 然后牛不想用的话 还是卖掉 因为现在还能多少卖一些钱 随着时间推移 大家开卡包越来越多 提摩的 week的球员 放出来越来越多 这些球员的价格会在 不同程度上 反正会一直在往下走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多回收一些金币 然后买一些你想要的队员 或者做这个交易啊 投资啊 我觉得总比把这些球员放在阵容中 干在那里放着好 都卖的时候可以比预想的价格稍微多一点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的人懒得搜啊 也就直接买了 这样呢 还是可以挣一些钱的 而且我有两万六千多的金币的条件 还是我在这之前又建了一套阵容 所以呢 这两套阵容互为替补啊 就可以保证体能了 不用加体能卡 这套阵容呢 也是在网上搜到的 我会把连接放在视频简介下面 然后带大家看一看 稍后呢 用这套阵容来提一下 我们今天成能之路的第十的比赛 门将呢 感觉还不错 虽然这个数值不高啊 但是除了这个铺就稍微差一点 其他的数值我觉得还OK 可以接受 价格也非常便宜 我这还是就是懒得拍 我就是直接买了 拍的话 我觉得350 应该拍下来没有任何问题 右边后卫呢 速度稍微慢一些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为了 出于配化学反应的原因吧 那不管怎么样 速度也OK吧 主观点价格仍然很便宜 中场 第一个中场还不错 速度也OK 防守也不错 身体也还行 身高稍微矮一些 但一个1米8几 应该不错吧 价格450 还好 这边中场啊 来自荷兰 非法15的时候 应该是张银卡吧 速度也OK 防守也OK 但是我在想 非法16好像对后卫速度 要求不是很高 我觉得是不是以后 还是应该注重 这个防守的数值和身体啊 我也在适应中 慢慢在适应 希望可以揣摩出来 这个非法16 什么最重要 价格有一些贵了 800 可能是因为来自荷兰的 后卫不多吧 左后卫呢 巴特纳 原来是我们班联的队员呢 也是来自荷兰 速度84 还不错 然后价格也还可以接受吧 500 这个是来自罗马 一个法国后卫速度还挺快 然后防守又70 身体又79 传球差一些 约目少一些 也没有关系 感觉身高不是很高 是不是也是属于 德龙那种粗壮型的 买的时候花了500 还可以接受吧 这名中场也是一个法国人 还是很壮的 看着 80的身体 其实速度 环球差一些 价格只要450 然后福尔 熟悉非法15的玩家 肯定非常熟悉 英超高性价比 一个中场 而且被花来反应非常好 来自英超一名荷兰人 左边可以 就是边路 可以挂一堆荷兰的队员 然后配成不错的花来反应 在非法16 依然是 但是我没有试 我们看看他怎么样 身高也非常高 612 价格非常便宜 只要400 数值上看 还是非常均匀的 右边方 来自纽卡斯尔 81的速度 81的供球 感觉不错的 但是应该身材小一些 四个性 SKUMUS 价格也非常便宜 前锋也是来自 法甲 速度82 供球83 五颗性的弱势角 四颗性的SKUMUS 也是身材小一些 价格应该是 我们这种最贵的 1400 毕竟是初期 大家觉得有一些 稍微不错的前锋 还是非常关键 所以前锋多数上的 价格还贵一些 我们用一用 看一看 左边来自荷兰 速度非常快 86 然后控球只有78 但是四颗性的落势角 四颗性的SKUMUS 价格也不贵 只要450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套阵容 感觉是个小快灵的阵容 我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我们试试就知道 我们的对手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阵容 来应超一套阵容 4231 也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不错的 这个开始的阵容吧 虽然中场几个人 不是很贵 但感觉性价比还不错 关键前锋 也是很壮 邦尼 希望不要对我们 再造成他家的威胁 开场呢 对方发了一个 间接阵影球 直接就被我们断掉了 我们前锋 控好球 然后找到时机 分给我们左边后卫 本特纳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汤果的防守队员 一个包肉再 drag back 结果骗到一个点球 运气真的是非常好啊 点球感觉 从这几期我的节目 大家看到 还是现在说不太难骗的 只可惜发飞了 感觉稍微有些卡 主要我们阵容中也没有特别好的 罚点球的队员 40分钟仍然是我们的机会 撞在左边路 然后停一下 杀到禁区里 搓射前锋 可惜推偏了 两次上半场绝对的机会啊 都没有形成进球 反而下半场54分钟 对方一气直塞 射门一刹那 我感觉我后备一贴过去了 但还是把球射出来了 结果还进了 感觉我们的运气 着实都没有了 不过63分钟 对方发出脚球 我们左边风一个假扣 缓过这个扑上来的队员 然后带球一个包肉 再插给我们的前锋 然后呢 前锋一个spin 杀到近距离 再一个包肉 缓开最后名后卫 搓圆脚 非常漂亮 一个反击的进球啊 充分发给我们阵容中 几个前场的特点 这个进球还是很喜欢的 可惜90分钟的时候 我着急了 我觉得我有机会赢上比赛 所以推的比较靠前 反而被对方打了次反击 而且几个上墙也比较貌似 最后呢 唯一做一脚搓射 帮助对方2比1 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整个阵容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用得起来 可能有些不太耐心 因为刚开始发失一个点球嘛 总感觉这个到手的胜利 就从手边溜走了 踢的不是那么耐心 好了 所以这场比赛结束呢 我们这期节目呢 暂时也就先到这里啊 还是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另外呢 大家如果有觉得不错的阵容 欢迎大家也分享在评论里 我这个应该还会建议一些阵容 也希望大家多多提一些不错的阵容建议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